今天我们是读者提问回家时间 观众 我们是杂志社嘛 我们是月刊 月刊 顶身月刊 方采杂志 方采编辑 我感觉80后的那个奇迹 人家是在学业里面 暴露年龄 好 开玩笑时间结束 记得不要剪掉哦 今天是我们的观众问答时间 其实我们是收集了最近这段时间 被问到比较多的方面 然后想说今天做一期视频 给大家统一解答一下 欢迎大家回到 鼎盛之业布里斯万房产生活频道 我是Khloe 我是雅布 刚刚我们跟大家说过 今天是我们的观众问答时间 我们其实最近还接到蛮多 洲际和海外买家 就是投资买家的咨询 然后呢 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 比如说预算在60万上下 到65万封顶吧 然后这个区间的一些 就是从大方向上的考虑 大家对就是布里斯班的黄金海 这个走廊沿线的地方 可能比较熟悉 像亚若比尔巴 或者是离华人区 比较近年的Park Ridge 还有像我们上一期 刚刚提到过的 就是往内陆 内西区的South Tripoli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这几个大方向上面 他们各样各有什么样的特点或者优势 然后如果是作为投资房的话 应该怎么去选择吧 好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典型 之前的话有网友应该问过类似的问题 因为我最早应该是21年年初的时候 可能录过一期叫 布里斯班一定是向南发展 那个奶奶会讲的有点笼统 就导致看完那集之后 就很多观众问我 他就会盯着那个 我觉得还挺好的 就说明大家还是比较信我的 大家看进去了 对对都看进去了 但是有时候呢 就是房子的东西它比较灵活 你不能像背公式一样 背教科书一样 就是说我向南发展 我就非M1高速不买 这个东西就比较比较绝对了 我们说的向南发展 如果你要去选南边的话 是在同等条件下 比方说你要 你要去评判两个东西 值不值得买哪个 你肯定要控制变量 我们就数学里面有点控制变量 对不对 其他方面都一样的情况下 我再去比较 价格一样 基础设施一样 或者怎么样 我去比较 我更喜欢为哪边 那OK 我觉得那个结论是可以用的 但问题是现在的很多新区的发展 它并不一定平衡 原因就是 比方说有些区 你本身已经有一些东西在那边了 它就不会去造一些新的基建 去配合你 它说可以 老的那些设施你可以用 那我为什么要去给你造一个新的东西 然后这个区 它离某些地方 它很近 它就不会给你造高速 那它就不会去补自己的短板 因为你这个地方 已经是自己的一个特点 但是有的新区 它如果是重新规划 重新建造的话 那那些老区的可能就会变成 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完善 就比如像医院 对对对 老医院它可能 比方说医院这个东西 你会发现某一些 比方说原来不是很发达的地方 它没有医院的 结果人家在那边造了一个医院 那那个时候就会产生 那就是说你不能绝对了 就老区就一定会比新区要好 对不对 类似于像这种概念 比方说OK 南边确实比较方便 去黄金海岸也好 或者是有有MV高速也好 而且一直在那边扩建 它确实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交通走廊 所以说我说向南发展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问题是人家往西边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那西边本身它原来特别是西南边那边是没有高速的 那你会发现这几年的发展之后 在西南边之后开始出现高速 或者是100公里的 或者没有100公里有80公里 它逐渐逐渐开始出现高速了 那为什么呢 那就是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 它知道不同的地理位置上 它会有自己的短板 那就看这个短板 它有没有去把它补齐 它如果去把它补齐了 OK 那我们可以把这两件东西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去看 你更喜欢哪一个 那如果没有补齐 那肯定还是极尽好的 那现在很多时候 大家问题集中在说西南 很典型 像我上一集讲到South Ripley 或者你把它共同的去看吧 Springfield Mountain White Rock South Ripley Ripley 类似于这种 我把它归为一类西南 南边是Park Ridge Park Ridge Logan Reserve Yarabuva 甚至更远一点的什么Home View 这种地方 它是一类 那怎么样去看呢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在西南边 交通短板或者基础设施已经补上 甚至超过南边的情况下 你需要加一些个人的喜好去看 就他们的水平互有高低 一个呢 地理位置上远 但是呢 他用一些基建去补了他的短板 一个呢 虽然他比较老 虽然他附近都是一些老区 或者是基建没有那么强 但他的优势在于 他离那些老的地方比较近一点 那你很难去讲 就是说一个东西比性价比比较高 他价格比较便宜 一个东西呢 他质量很好 但他价格很贵 那我到底该买哪个 那你就很难去比 那个时候我就要开始问我的投资客 或者我的买家 自助型买家 我就问你 你可能这两个区的特点 放在那边 你更喜欢哪一个 如果你喜欢位置 绝对意义上的位置上的近 你买的概念呢 就有点像买Plara Plara就是什么 无非就是离那身边近 你问Plara 当地有没有一些高速啊 或者有没有一些火车啊 或者怎么样 那个是没有的 因为他不需要 他周围全是老区 shopping center 你说他有没有一个大的 Westfield shopping center 也没有 因为他旁边已经有东西 可以提供他这些 满足一些基本需求了 他不太再需要说 放一个全新的东西上来 而且他没有条件去做这个东西 就好像是一个很纯粹的住宅区 他其实是依托于他周边 那些成熟所区的facility啊 包括交通 对对对 生活所需 对你要去吃个中餐 你开车去Sundayville 是一样可以去吃的 Plara目前已经不在 我们这个问题的预算范围了 对对 他已经跑出预算范围了 但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类比 就你去买Plara的概念 其实和买Plara其实差不多 我把就布里斯班的正南边 以Plara为例吧 旁边那些其实也可以类比 就你买这些区的买点 其实和买Plara其实是类似的 就是追求绝对意义上 或者绝对地理位置上的一个烧进 在一定的预算区间范围之内 它是一个在地理位置上烧进 这样的一个选择 它依然有自己的Linda Sea Highway M2 M6 虽然有一些它是收费的 但你要用就用不用也没关系 它也可以开正常的80公里 或者70公里的路 去到你想要到的地方 这是买正南边附近的一个特点 你会发现那种特别那种大的 特别跳的那种基建 在那边是不太有 因为它已经足够的 Logan Hospital几条大路 前段时间我很难看到 Logan Hospital有一个升级和扩建的 对它有在扩建 我上次去打针的时候也有在扩建 Chamber Flat Road 算是一条比较大的路 左手边的Lind Sea Highway 它的特点就是这种 比方说你是一个华人区 你要去追求说离华人区范围内 绝对意义上的近 或者你是那种要跑黄金海岸的人 那基本上就买Park Ridge 或者那条线 南边那条线 对对对 南边那条线上面去这样去买 那如果你去买西南区 那黄金海岸肯定不是你主要的destination了 你去买西南区的话 它不会比南区差 的原因是Spinfield的基建很强 火车高速 人家真的是花了30年修起来的 你要知道Spinfield原来是做3 什么都没有 人家真的是花了30年修起来的 去补它那个短板 那人家既然已经把这东西修起来了 那你就不能再说 它一定是比南边要差 M5对吧 其实我在上集里面已经讲过了 M5是通西区的 你可以经过什么 金达里 英九佩利 往里面去Fig Tree Pocket Cam Mall这种地方 你都可以经过了 往南边的话 你可以穿过什么 Rockley Nala 往A7那条方向去走 相对来说 它的交通也是比较方便的 医院 OK 确实西南边 除了Earth Ridge 那些老城区之外 它在新区这边是没有医院的 跟Marta Private Hospital 那也是新建的 所以说我就很像对比那些 已经存在很久的老医院 Marta Hospital新建的 Private 现在是Private 它也提供一定的Public的功能 但它之后会extension 出来之后 会有更多的床位 会形成一个完整的Public 就Marta Public 这一部分 学校 该有的私校 什么都已经有了 所以说它的基建 其实 就是说你说很像对比 如果你问我 我个人更喜欢新的东西 你去看我买的绝大部分 还是我个人比较喜欢新的东西 但我不强迫说所有的人 都应该去买新的 所以说你问我个人的话 我会比较喜欢 Springfield那一类型 我个人会可能 在同样做选择的时候 我可能会放弃说 华人区绝对意义上的近 去黄金海岸的近 我会去看一些比较漂亮的小区 比较像Shopping Center 这种大型的像Springfield 大型的Origan Shopping Center 你在布里斯班 下去的你能找到几个 一共就四个 Champside Indo Pity Karindale Garden City 对吧 你但凡能在卫星城里面 你能找出一个像模像 像这种大大的Springfield之外 没有 所以说你说它基建 好不好 绝对好 对 Epswich老人区 你给我搞一个这么大的 没有 Redland有没有 Cleveland的那种 像Tanabee一样的 算是 但不是那一型的 Logan没有 北边Morfield那边 卡布圈那边没有 Springfield已经算是 一个大大的泳池 加一个非常现代的购物中心 一定是 不输给布里斯班牙区内的 大的那种购物中心 对 其实我觉得Springfield 作为一个生活环境社区来讲 整个配套是很到位的 我觉得可能它现在 距离可能是它 最主要的一个短板吧 但是我们如果拿这个 60万的预算 作为限制来说的话 其他预算 价位相当的去 还是很有竞争力 只是这个短板也比较短板 就是你视觉上的一个距离 它开车其实不一定远 Springfield去市中心 不一定比你Parkle去市中心慢 有可能更快 然后火车线 它有自己的火车线 你愿意花点时间坐火车上 火上面睡个觉 一样到市中心的 所以说 所以说 往南还是往西南 我觉得在两边各有优势的情况下 就看你个人的投资爱好了 我是个人是比较偏新一点 比较偏一些大基建的 所以说我会比较推崇 像Springfield或者是Springfield那种 就是带一些比较良好的小区环境 然后带一些那种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那些大基建的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了 绝对意义上的地理位置上的近有没有优势 那肯定有优势的 这也就为什么导致说 有些远一些的地方 它能够形成一个自己的圈子 有些近一点的地方 它就没有必要形成一个自己的圈子 因为你可以共用附近很多的设施 像Parkridge你说 它大的休门圈特有没有 基本上中型的吧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去上面的Bronze Plain 好大一片 有点像那个东边卡帕尔那种 就一条街上面左右两边全是那种大的那种 就基本上那边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它就不需要新的了 但Spring Girl那边必须找新的 从我自己出来的角度 我是喜欢比较 我是喜欢新一点 我不介意说 开车多开个十分钟 但你说有些人 他比较喜欢那种绝对意义上 我就是要去Columville 我就是要去Sanbyan Hills Shopping Town 我要进 他可能就会选择Parkridge 就是我个人从投资的角度来讲 我也会更倾向于新的社区 新的基建 然后大的开发商 因为我会觉得后续 需要去操线的事情少一点 对有些基础设施比较差的地方 确实包括Rush掉有时候也会停电了 打开了也就停电了 因为有些时候那种电线杆还在 它不是那种走地下 这个东西 不是绝对的 就避免就是说走教科舒适的 然后一看就是说 一看不是M1旁边去 他就不买了 那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然后你不买的话 你在那边也没有很合适 你知道 就去比较一下其他因素 它确实近 然后比下来之后 发现好像又不是特别理想 就陷入一个无法买的这样 一个漩涡之中 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向南发展 当然是OK 是一件好事情了 但西南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 他为了补足自己在地理位置上的一些短板 他确实做了很多事情 这些事情是应该被看到的 我觉得差不多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这个地方 所以就看两个方向有不同的特点 还是要看大家的需求 对 看大家需求 切记背公式 买房的时候不能钻牛角尖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转发1.3连 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